彰化福星香 英明女子开车 载着侄女 妈妈还有印尼看护 疑似没有注意到车险的状况 自撞路旁的纽泽西护栏 车上四个人全都受伤 另外在今天凌晨台中公园旁 一辆计程车在路口要回转 突然听到机车急煞的声音就被撞上 骑士卡进车底重伤昏迷 驾驶赶紧跟多位民众共十多人 合力抬车协助骑士脱捆 舰车行驶到路口打了方向灯要回转 没想到一辆机车高速冲了出来 疑似刹车不及直接撞上 猛烈撞击力道造成骑士当场卡进 舰车底下 为了救人舰车驾驶立刻和其他民众 一共十多人合力抬车 协助骑士脱捆 不过骑士已经昏迷 救车到场火速将人送一抢救 转过来我只听到他很快警示刹车的声音 刹车先我到这边的时候已经撞过来了 银小客车驾驶无酒精反应 机车驾驶全身多处擦伤 预失不清 重伤昏迷的骑士45岁姓杨 酒测职还有待抽携检测 详细肇事原因还要由警方调查厘清 镜头转到彰化福星乡 黄色小客车行经员大牌 疾案道路突然自撞路旁扭着西湖栏 瞬间车子打横冒出白烟 车上女驾驶和乘客一共四个人全都受伤送医 现场伤患意识皆清楚 都有一些肢体及头部胸部的一些擦伤及挫伤 经过追查出货路段正在进行东西向快速道路施工 车道从两线变一线 实行女驾驶开车载着侄女妈妈与印尼看护 一次没注意车前状况发生自撞 还好私人都没生命危险 解堂彰化综合不到